那么接下来同学们 我们来看一下脏象区的最后一个板块 齐横之腹 脚完五脏脚完六腹 直升齐横之腹了 五脏六腹齐横之腹的关系 从这张表格可以看出来 五脏甘心脾肺身 六腹指的是胆胃小肠 大肠膀胱三胶 齐横之腹指的是脑髓骨脉胆女子包 为什么要命名五脏 是因为五脏多为实质性的脏器 有什么共同的生理功能 化身和除脏精气 有什么特点 藏而不屑 满而不能食不能吃 而作为六腹 多为空腔脏器 作用是瘦刷刷水骨 叫谁叫 蟹而不藏 食而不能买 能吃 食而不能买 而作为齐横之腹 他多为空腔脏器 形态像谁 形态像六腹 而能化身除脏器 功能像谁 像五脏 所以也具有满而不食的特点 那么就化身除脏精气的特征 所以说他形态四腹 功能四脏 四脏非脏 四腹非腹 顾名齐横之腹 那齐横之腹中 你要记住 既谁六腹 又谁情热的事 是胆 而作为骨 耐 随 在前面讲谁 讲五体的时候 胆都讲过了 讲过了 所以说就不太重复了 那剩下的只有谁 只有脑和女子包 女子包 那先看看 第一个脑 脑首先考量外号 第一个脑能主在生命活动 李时珍称之为谁 脑为原神之父 脑为原神之父 第二个就是 脑能主持感觉活动 能够主持心生活动 叫脑为什么海 随海 脑为随海 脑为原神之父 脑为随海 在这咱作为海和府 做个总结 第一个先说腑 那么腑有以下几点 原神之父 这不用说了 对吧 那一定是 一定是脑 第一个叫原神之父 第二个前面讲的 也讲的叫孤腑 孤腑是谁 孤腑指的是三胶 那么第三个 第三个 腑的话叫谁 叫今夜之父 今夜之父 今夜之父 今夜之父指的是谁 今夜之父指的是膀胱 对吧 下一个叫中毒之父 中毒之父 中毒之父是谁 很明显 膀胱为谁 为今夜之父 中毒之父指的是三胶 对吧 三胶这 三胶为水道 毒就是水道 叫中毒之父 中之父 还有什么福 对吧 那么前面讲的福 叫学福 学福是谁 学福是脉 还有一个什么福 叫随福 骨为什么呀 骨为随福 随之父 骨为随之父 腰为谁呀 为圣之父 腰为圣之父 圣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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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胆 为什么福 叫中精之父 中精之父 其中作为骨为随福 这个你可以不记 不记这算一个隐身点嘛 但是其他的几个父啊 圣之父 脑 乌父 是谁呀 是三胶 对吧 经验之父 是膀胱 而作为中毒之父 是三胶 学父 是谁呀 是脉 脉为学父 学父 腰为肾之父 神之父 那么胆为谁呀 为中精之父 再加一个谁呀 再加一个精明之父 人之精明 由谁所主 由脑所主 那么脑在谁呀 在头上 所以头这精明之父 精明之父之头 这几个父 大总就要掌握住 作为海 看西游记 那叫极海龙王 叫四海龙王 那么自然就有四海 人也有四海 随海为谁 随海为脑 脑为什么海 随海 然后学海是谁 学海是充脉 七海是谁 七海是淡中 两乳头连线 连线 淡中穴 淡中者为七海 中其所之主 叫七海 淡中 淡中 还有谁呀 叫水谷之海 水谷之海是谁 胃为谁呀 胃为水谷气血之海 胃为水谷之海 是个是海 那么后面的一些海 谁为阳脉之海 记住 阳脉之海是都脉 阴脉之海是人脉 阴脉之海是人脉 这就是海要记住 随海 雪海 气海 水谷之海 阳脉之海 阴脉之海 这就是一个大总结 关于海和府的一个总结 脑啊 对吧 那大家来看啊 以五脏六腹的精气之间关系 脑的生理功能通归于心 而分数为脏 因为脑能主宰人的谁呀 脑能主宰人的生能活动 能主持精神活动 那这两功能就和谁呀 就和心叠加了 所以说脑的生理功能 通归于心而分数为五脏 考试中问你啊 生理兵力通归于心而分数为五脏的谁 那也就是脑 新为君主主观 五脏流入大主 神明所处 故将人的意识思维情众活动 归属于心 约之为心藏神 而神又分什么神 分为五脏神 叫神魂破一致 神魂破一致中 谁藏神 心藏神 谁藏魂 肝藏魂 谁藏魂 被藏魄 谁藏意 脾藏意 谁藏志 肾藏志 所以叫五脏神 那五脏神五神藏 脑的功能和五脏密相关 五脏的精气充盈 五脏之气调打 才能化养五神 并发挥其胜利作用 那来看考地 下来各项 被称为原神之父的谁 脑为谁啊 为原神之父 第二个 生理病例通归于心 而分数为五脏的情之父是谁 生理病例通属于五脏 通属于心而分数五脏的 那一定谁啊 是脑对吧 心脑之间 故为关系啊 关系脑啊 脑啊 看第二个情之父 叫女子包 女子包的生理功能啊 女子包是发生月经 和孕育胎儿的器官 所以它有两大作用 一个发生月经 一个是孕育胎儿 主持月经孕育胎儿 这是女子包的作用啊 作用 你哪是这 女子有女子包 对吧 男子不可能有女子包吧 对吧 男子有谁 其实这里边少了一个 在前面咱其实讲过 对吧 一个特征叫谁 叫金氏 这个在我们目前版本 大学版本中 有但职业一呢 他不讲它 你也就了解清了啊 男子不可能比女子少的啊 女子是女子包 男子也是金氏啊 金氏 这是两个情恩之父之中的区别啊 第二个女子包和脏腑经本的关系 第一个要记住 女子包是什么器官 生殖器官 只要跟生殖有关的 我们说过 肾经会化成一种物质 去促进生殖器官的成熟 和生殖器官的维持 那什么鬼啊 叫天鬼 所以说 天鬼是由肾经 肾气出现到一定程度 啊 程度 所出现的那种精神物质 要促进生殖器官发育成熟 女子月经来潮 以及排卵 男子经其一些啊一些 具备生殖能力的作用 肾经 肾气的生衰 对于女子生殖器官的发育 和生殖器官的维持 具有决定作用 所以说女子包第一个和天鬼有关 而天鬼和谁有关 肾有关 第二个和经脉的关系 经脉的关系中 那么你要记住 一元三期充任都带 对吧 充任都 代脉啊 代脉 以及十二经脉都和啊 都和这个女子包有关系 尤其充任二者密切 关系都有密切啊 充为学害啊 学害 因为女子包发生月经 月经又什么组成 学组成 二者女子包主次胎儿 任主什么胎啊 胞胎 所以说充卖和日脉 与女子包的关系 最有密切 第三个就是与丈夫的关系啊 关系 女子包女子以血为用 而经血呢 是由血液所化 月经的来着和一副 以及因为他都离不开 血液的肉 那在五脏之中 谁和血有关 谁主血 心主血 谁藏血 肝藏血 谁生血 脾生血脾同血 谁藏经 经血同源啊 神 同时神化成天鬼 和女子包有关系 所以说在脏腹中 女子包和心肝脾身的关系 最密切 在经络中和充韧的关系 最密切啊 密切 那来看 靠题 女子包的生理功能是谁 叫排泄越经 越于谁 胎儿 答案选择 比这种贴头 说明你没有任何理由 选择的啊 第二个 女子包的功能和下列 哪项活动关系 最密切 要记住 女子包在脏中和心肝脾身有关系 在经脉中和充韧的关系 最密切 答案选 心肝脾身 通人而满 好 那么同学们 整个中医几十分的核心 咱就讲完了 叫谁叫脏相学说啊 请不吝点赞订阅